香港歐記總督查 解密刑偵破案關鍵 一定是爭分斷秒 越快抓到的查就越好 誰能拿到香港警隊 令人心動的提供 我選擇回到香港 始終是一名中國人 想為中國香港做出貢獻 面對突發事件 香港警隊啟動快速反恐應變 防炸武器 你找不到的 還有反炸行動與防騙宣傳 香港少年警訊等多個年度議題 香港警察故事2023正在播出 3 1 1 2023年新年發浪 Happy New Year 2023年一時 三年疫情終於接近尾聲 一千多個日夜裡 每個人與病毒交戰 與隔離抗衡 香港也經歷了回歸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下行 政府不斷增加開支 努力守護著市民健康的邊界 也支撐著大家一起 等到全面通關的那一刻 我現在宣佈香港和內地會在2月6日全面通關 我做中堂貿易的 很開心 終於現在可以全開放 幾年沒有回去 回深圳而已 看爸爸 有什麼心情 興奮 開心 就在家人重聚與市場相好的回暖氛圍中 2023年2月底 香港突發了一宗 殘絕人寰的碎屍案 震驚全國 香港新界大部龍尾村 發生了一起碎屍噴屍案 警方指死者是本地一名28歲姓蔡的女模特 也是城中名媛 蔡天鳳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案 寫者前夫的父母和哥哥 稍後將會被控謀殺 單位裡面也都發現了一些 用作肢解人體工具 包括術肉機 電鋸 還有長魚褲 手套 面罩等等 還有也都發現了有兩煲 雙順混有人體組織的湯 案件在國內外引發了軒然大波 無數人感嘆兇途之冷血 作案手段讓人不寒而栗 警方2月22號接報 於25號短短72個小時內 抓獲案件所有主謀 2023年2月最後一個禮拜 西九龍重案組 警察搜查隊 高空搜查隊 警察無人機隊 警犬隊等 過百名警員不眠不休搜集證據 他們前往墳場 垃圾堆填區等多個可疑地點 以最快速度鎖定證據 起訴一番 2月27日 凶手正式提堂 如今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2023年上半年 香港一共發生了16起凶殺案 包括鑽石山商場持刀殺人案 深水部蹚訪女童被殺案等 其中七宗涉及家庭或親屬之間的暴力 十五宗案件已侦破 余下一宗案件的凶途已潛逃離港 但警方已鎖定了凶手身份 正全力抓捕他歸案 纵觀世界其他城市 2023年上半年 紐約 倫敦都發生了超過50宗命案 在世界排名前十的國際大都會里 香港是最安全的城市 這有賴於香港警察 對這個城市的守護 不過 疫情後社會逐步復常 很多傳統罪行 包括商人及嚴重殴打 盜竊 刑截等 也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2023年上半年 香港共發生了4700多宗暴力罪案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兩成 香港警方連同多個部門 策劃多次行動 打擊罪案 而與三合會有關的商人 及嚴重殴打等暴力罪案 破案率更是高達94% 剪開了一連三人 並為例停訴越野犯罪惡行動 拘捕了超過100人 針對打擊區內盜竊案件 一連七日策劃了一項 名為捲聲行動的反暴涉聯合行動 我們針對穩快展活動 而展開的區域行動 行動代號 破冠行動 全港各區行動部 及刑事部等多個部門 通力合作 撲滅罪行 其中的功臣之一 就包括香港警隊的王牌部門 隸屬警察總部的 有組織罪案 及三合會調查科 英文是 因部門首次目是歐 所以也俗稱歐記 歐記主要調查和打擊極為複雜 嚴重 影響範圍遍及全港的 有組織罪行及三合會罪案 現在時間是1030 將會由我和大家briefing 今天行動代號為戰哥的拘捕行動 今天的目標單位 是深水埗宇宙街法財大廈二樓A 今次的拘捕行動 是就著較早前發生的一宗嚴重傷人案件 較早前我都已經拘捕了所有的刀手 但情報顯示 主謀就是住在我們的目標單位法財大廈 今天的拘捕行動 我會是總指揮 行動當日我們就會給一個briefing 給所有的同事 讓他們知道當日我們的行動的目標 還有他們每個人要做些什麼 他們的職責所在 曾參與指揮大量反罪惡行動的 歐記總督察胡蕭蕭 2010年加入警隊 剛進入警隊的四五年裡 他在東九龍總區刑事部工作 主要調查一些市民被騙財 少女被飛離等案件 之後胡蕭蕭調入香港警察總部刑事部 開始慢慢接觸一些 有組織及黑社會背景的大案 要案 2022年他正式加入歐記 一定是爭分奪廟 越快抓到個查人越好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都會動用很多隊的隊員 一起去同時進行一個調查的工作 我舉例可能會有一隊負責去處理現場 而現場可能包括有幾個案發現場 另外也會有同事去調查受害者的背景 希望可以從他的背景出發去盡快找到 那個犯案的動機和鎖定目標人物 這方面其實都涉及去找尋一些 他身邊的朋友或者親戚去了解發生什麼事 另外我們也有大量的隊員 需要在不同的地點去做出一些翻查 閉路電視片段和找尋目擊證人這個動作 2023年上半年 三合會相關的商人及嚴重殴打案件 有130宗 與前一年同期以及疫情前同期相比 都有所下降 在調查三合會及黑幫相關案件時 警方會提前進行更周詳的準備 及情報蒐集工作 首先要清楚知道一些目標人物 以及一些相對的可能娛樂場所 無牌場所這些我們都要好好掌握 我們需要聯絡一些相關的部門 可能是總區的返黑 分區返黑 PTU 甚至乎是狗隊 一起去跟我們做這個行動 OG會接觸大量的行偵工作 其中情報的獲取和調查 是他們的當家技能之一 OG的警長Charles加入警隊17年 注射OG超過10年 他曾協助處理多宗嚴重罪案 甚至是一些跨境跨國的案例 馬尼拉人質事件 其實當時是過去搜證 做一個死因的調查 通常這些罪行是牽涉了一些周詳的計劃 他們的犯案手法也都是比較凶狠的 好像最近現在在法庭審訊中 有一宗2009年的案件 是一宗謀殺案來的 死者是涉及一個香港三合會的高層人士 雖然這宗案是2009年發生 但是我們OG是不會放棄去追查 最近這幾年也都成功拘捕到 這個案件裡面的主要的嫌疑人 就現在仍然在審訊著 OG也會協助處理大型暴動案件 比如2016年旺角暴動 當時因香港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 取締了五台小販經營 部分人趁機繞市 縱火阻路 一些暴徒還攻擊警方和媒體 製造騷亂 整場暴動持續了一個夜晚 到第二天白天 公立醫院一共接受了130名傷者 其中90多人都是警員 還有五名傳媒工作者 旺角暴動的案件 我其中一個調查員來的 近這幾十年以來 第一批處理這些暴動案件的隊伍來的 現場看到有車輛運載物品給暴徒使用 警方正在調查搜證 不排除這次事件 是一宗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事件 特斯爾當時負責調查 警員受傷的相關案件 面對香港從未出現的暴動案 特斯爾和同事 嘗試了很多新的舉證方式 有效地舉證 不斷通宵大彈地 去找一個最清晰的鏡頭 在錄口供之前 我要帶其中兩名的同事 去拍一些傷勢的照片 那兩個同事其實本身不認識 但是去到拍照的時候 看到大家 我看到一幕就是 他們很感觸地相擁 抱著一切 我明白到 我們作為調查人員的使命 2012年加入警隊的阿軍 是歐記裡面比較年輕的警員 他主要負責的工作包括 接觸證人 搜集證物 以及抓捕和審問疑犯 我們歐記處理的案件當中 其實很大部分都會 涉及三合會的成員 他們其實通常都是採取 一個消極抵抗的態度 我們一拘捕了他之後 其實他就對往後案件的詳情 都是拒絕回答我們 我們可能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地方搜證 當我們一划到一個案情 給他知道的時候 其實可能他已經知道 我們已經掌握了整個事件 他無從抵賴 也都無法說我不認了 很多人對於歐記的印象 來自於一些港產片和一幫片 如今 雖然槍林彈雨的場景 只存在於影視作品中 但歐記的工作依舊充滿挑戰 儘管是接觸很多關於三合會的成員 但是我們是不會畏懼他們的要脅 因為始終我們穿得起這個背衫的時候 不需要懼怕任何的事 我相信自己也好 我的隊員也好 以至整個警隊也好 都會有一個很充分的支援我們 再 todos 三合休息 不要接受 保安照 保安照 香港警察主要有 三支精良优秀的战术部队 包括1974年成立 俗称飞狐队的特别任务联 1977年成立的机场特警组 还有2009年新成立的 反恐特勤队 反恐特勤队是香港其中一支 执行反恐任务的专责队伍 我们对于重要的基础设施 人多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是港铁站 交通书楼等等 以至是重要的敏感建筑物 都会作出重点的保护 以及策略性的高调巡落 所有牵涉极端暴力的案件 又或者是私宜的恐袭的案件 都会由我们反恐特勤队 去协助处理的 作为特种部队之一 反恐特勤队的领选也十分严格 需要过五官 斩六将 最后能成功入围的 都是警队中的精英 其实轮选的内容是涵盖了 有体能、射击、判断力 我们的领导才能 以及一些压力管理等等的项目 加入反恐特勤队之后 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持续性地 去进行我们内部一个有系统的训练 是哪里的 Pyra, 长条冲 Megin Cs go and ready 报告的记组 1 4 1 2 警察把我和黄河飞的行李 5、6、3、4、5、5… 協助 1、2、3、4、8、8… 協助 1、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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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2、3、8、8、9、8、8、8 索好之後馬上把那支棍子擋得最緊 開始 剛才我們進行了CQB的訓練 就是近距離的作戰 多數會在一些狹小的空間 或者樓宇裏面進行 這類的作戰最講求我們的個人戰技 槍械運用和團隊的合作性 養兵千日余用在一時 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恐怖主義形勢 和越發複雜的地緣政治風險 2018年 香港六大紀律部隊聯合成立了 跨部門反恐專責組 香港所面對的國安形勢 仍然存在暗湧 反中亂網的分子 繼續積極利用遠對抗手段 發抗信用性的信息 會有恐怖主義的風雨 也都不容不及 雖然熱帶氣旋太利已經遠離本港 今晚去到明天 間中有趙雨和雷度 氣溫介乎27至31度 2023年7月18日夜晚 天氣濕熱高溫 今年首個8號風球剛剛過境 反恐特勤隊的槍房裡 彌漫漫著緊張的氣氛 今晚 反恐特勤隊 將連同港島總區衝鋒隊 共同參與 跨部門反恐演習 紫燕 只有教官們知道演習的具體內容 對於所有隊員來說 一場未知的考驗即將來臨 這次演習的劇本和情節 是由香港警察港島總區衝鋒隊設計 演習的主要目標是測試衝鋒隊 和反恐特勤隊 在重大反恐行動中的應變與配合 反恐演練最後的工程式 我們這次的背景設置是一個聖誕 有些慶祝活動在中環發生 恐怖分子進入香港大會堂 發動這個襲擊 反恐演習設置的地點在香港大會堂 這裡是香港第一座公共文娛中心 位於香港的心臟 中環 毗林摩天輪 國際金融中心等重要地標 旁邊就是中環碼頭 是香港人流最密集的地點之一 這裡一旦被恐怖分子歧結 將會對香港治安造成重大影響 這個是一個kickstart的位置 白板上面綠色就是阿超 黃色那些其實就是一些叫做actor 東馬斯加入警隊六年 是港島總區衝鋒隊負責培訓和演習的高級督察 是這次行動的主要策劃人 另一個演習的重要策劃者 是在香港警隊服務35年的警署警長阿蘇 與其說是一個上司下屬的關係 其實我們是一個很緊密的合作夥伴 平時他大事小事都會幫我去兼顧 尤其是警署警署其實是一個 叫做警隊裡面的兵頭 他對下屬的關係會比我來說 會更加親密的 是一個很有豐富經驗的合作夥伴 這次演習的設計 托馬斯參考了2015年11月 法國巴黎巴塔克蘭劇院恐怖襲擊事件 以及2016年法國尼斯國慶焰火表演恐襲事件 這次演習的劇本中 將會有六名恐怖分子襲擊香港大會堂 他們分布在大會堂的大廳 音樂廳以及展覽廳 將依次發動襲擊 另一邊 港島總區衝鋒隊的隊員 也在做著演習的最後準備 一般一組衝鋒隊由五人組成 包括一名警長 一名車長 一名便裝警員以及兩名軍裝警員 當警隊接到999報警電話 或有其他突發情況出現時 就會先派衝鋒隊趕往現場 好 六人隊 好 好 車短槍 短槍入彈 好 好 上車 香港大會堂的大堂裡 有市民正在閱讀一些演出宣傳廣告 突然有人發現有形迹可疑的人出沒 身上有凶器 於是報警求助 剛到衝鋒隊隊員 立即趕往現場 現場 多名恐怖分子與警方開火 有市民被恐怖分子襲擊 身中刀傷 警方隨即安排了另一組衝鋒隊同事前往 並派反恐特勤隊進行增援 大會堂的大會堂 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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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到大會堂 有單開火 全世界 我們車的全車 全車準備好 行嗎 行… 好 車長 龍和道進去大會堂 進去大會堂 後面開火 待會再幫你遮蓋煙 好 現在過去 數位衝鋒隊同事到達後 發現大會堂大廳正在撥火 各隊員排火對列 重入現場 警方 警方 放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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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頭馬 分開火 已經進入了大堂 放開火 疑犯已經放開火 放開火 放開火 一網車裡面有警門部有槍手 有人放開火 放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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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 音樂廳內也傳出了槍聲 音樂廳內的匪徒持槍挾持了所有觀眾 並不斷說出恐怖襲擊的字眼 放開火 進去 進去 石哥 你左邊 繼續 繼續升我腳 警察 警察快動 放開火 放開火 現在到處了 你們快動 放開火 殺死你 放開火 警察快動 我們兄弟來 你找不到的了 放開火 放開火 攻入音樂廳極其困難 因匪徒挾持了眾多觀眾作為人質 有重型槍械 且隱藏於音樂廳的座位席間 十分隱蔽 而警察所處的上方門口位置 與匪徒相隔較遠 相持許久 衝鋒隊終於找到了機會擊中匪徒 放開火 慢點 慢點 好 控制前面 某台前面一眼 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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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放開 放開 放開火 音樂廳現在踢單了一個 踢單了一個 但是還有些觀眾未聽 沒用 此時 增援的反恐特勤隊也已趕到 開始向音樂廳內推進 並與充風隊隊員會合 我剛才踢單了 我兩輛車在這裡撞出 給我辦法支援 有 我們會上前幫我們音樂同事的 好 去 大佬 CTRU 踢單了一個 前面沒踢單的 有 收到 我們幫你 請 好 去 反恐特勤隊協助衝鋒隊同事 掃蕩現場 全面排除音樂廳內 所有可能的威脅 隨便吧 不用了 請注意 好 而此時 反恐特勤隊接到電臺通知 展覽廳內也有恐怖分子襲擊市民 於是反恐特勤隊列陣攻入 好 根據電臺指示 衝鋒隊也隨即配合增援展覽廳 協助疏散民眾 受影響人士大約七個 我現在會帶他們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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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 帶路 帶路 最終 現場全部得到控制 行動完滿完成 其實警隊直以來 都會關注船頭 地區和一些很好的保護主義偉業 希望能夠做到居公司 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感覺 是很真實的 是處理哪個先 哪個先 哪個先 哪個後 那一刻 大家是要跟其他人去溝通 互相協調 這些場合其實是很混亂的 從中可以亂到我們的心態 是在處理這些事件裡面 會更加冷靜 同各方面可以做一個全面配合 一次極其逼真地演習 讓警隊測試在重要節慶時 與公共場所內的反恐應變 而現實中 恐怖危機的發生 也許就在一瞬 可能情況更加複雜 香港乃國際大都會 旅客 貨物 資金和資訊的流通 十分自由 也有不同宗教及文化場所 所以香港也受到恐怖主義威脅 而未能獨善其身 而面對極端暴力的每一個市民 也都是極其脆弱的 香港警察會時刻以更完善的策略 更好的應變和配合 以及更具建制的隊伍與裝備 去面對未來每一個危機與挑戰 消防品選舉 是하나 現在是公共控制 居然的 然後是居然的 來自居然的 駕合 如今 香港警隊共有約兩萬七千人 其中有近兩城市女警 另外有四千多名文職人員 阿里亞三年 警隊預計將新招募 240名間隙督查 以及1350名警員 阿里亞三年5月5號 香港警察調整了三項入職要求 第一 取消了身高體重限制 第二 投考者可佩戴眼鏡進行視力測試 第三 新增中英文筆試 讓未曾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人 也有證明自己語文能力的途徑 我 Form 2就去了英國留學期間 就拿了心理犯罪的學位 回來就打算考警員 但因為我沒有考過香港DSE 就有少許困難 但是現在有警員的中英文考試 我就有機會可以達到這個語文能力的要求 警隊一直採取一個積極主動的招募策略 務求給納據卓越質素 並且與警隊持有相同價值觀的人士加入警隊 面對現時很多前往內地讀大學的優秀港生 警隊也主動出擊 開闢內地招募快線 目前一共收到了 852份投考警察職位的申請 當中有23人已經開始受訓 並有137人正在進行臨選程序 今年4月到9月6個月裡 共計有約6700人投考香港警隊 數量已經達到了去年總投考人數的84% 我們都見到數字是相當之鼓舞的 我們的工種也都很多元化 無論是剛剛畢業的人 還是來自不同行業 擁有著不同專業的人才 我們都是非常之歡迎 也是一份長遠而有保障的工作 香港新入職的見習督察起薪點為 每月50,500港幣 新入職警員起薪點 每月28,095港幣 高於香港人均月薪 20,500港幣 極具行業競爭力 但作為警察 工作上會面臨更多的挑戰和風險 而且投考警隊也並非易事 要通過體能測試 小組及個人面試等多項考核 小位考生 五望 歡迎來到警員的小組面試 在我身邊的是招募組的督察馬Sir 是今次的面試官 我是招募組警長 我姓何的 現在會有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加問題環節 是由一號考生開始的 麻煩一號考生請你出來 好 一分鐘自我介紹可以開始 兩位長官好 我叫張俊熙 今年19歲 在個人面試中 警隊會著力考察投考人 是否符合警隊 忠誠 勇義的價值觀 是否忠於國家 忠於香港 是否有政治誠實的品格 以及勇於執行使命的毅力和決心 在2019年期間 香港人對時間很亂 我又見到香港警察 專業 經歷 我選擇回來香港 始終是一名中國人 想為中國 香港做出貢獻 面對投考警隊的重重考驗 香港很多警區都有提供免費培訓 其中成校較為突出的 就有旺角警區的新火計劃 多做一分鐘 挑戰一分鐘 頂住 好,跳 好,開始 屈曲雙腳 對,保持慢慢呼吸 看見的地方 加油… 對,不要跌倒了 對 還有10秒 對,可以的… 拿一提訊出來 我就要你挑戰你自己的不可能 頂住 好 堅持 加三 好 好 你讀一個時間出來的多少 打一分零九 是不是不行 是不是做不到 是不是要大聲一點 一分零九 就是做不做到 差不多 大家做不到 好 行火計劃負責體能培訓的 林俊賢警長 1996年加入警隊 他曾在警察學院擔任教官 加入警隊前 他曾受到一些前輩警員 教導體能和整溢急救技術 所以選擇在星火計劃 補償教學 一教就是六年 當你不論做什麼工作的時間 你把你的責任射給別人 其實你打算有好處 但其實我告訴你不是的 有一個騰騰轉回頭了 好 你看著一路 好 頂著高一點 好 給個分心 我們還沒停 幾十歲 快點 腳高 一 二 三 在二六年裡面 我沒記錯 都有百幾二百位的學員 由我們的學生 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完全是一個很夢幻 很實在 而且你會覺得很開心 那個感覺就是 好像我們生火計劃一樣 一個全城我希望他做到 曾在警察學院基礎訓練學校 擔任校長的吳志忠總警司 8021年到任旺角警區 接受新火計劃後 他融入了自己多年 對於警察培訓 以及選拔的經驗 將這座新火燃燒得更旺 我們慢慢優化了 我們生活計劃的一些培訓的內容 我們包括有體能的訓練 有面試訓練 有一些不同的演練 有法例的一些分享 無論是督察的成功率 以及警員投考的成功率 都是超過九成的 吸納了一批港票的香港人 一個星期三的夜晚 天降大雨 原本計劃在警察體育遊樂會 室外舉行的模擬案件課堂 搬到了一個半遮蔽的二樓露台 風雨並沒有阻礙大家的熱情 幾十個學員悉數到場 今晚的考核是一個截停搜查演練 兩位學員扮演軍裝巡邏小隊的警察 巡視一個無監控 無保安 無鐵門的 三無大廈 當他們發現有兩名可疑人士時 因懷疑他們藏有毒品 需要進行搜身 但在一犯絲毫不配合的情況下 兩位學員能否化解危機 成功搜出毒品呢 根據香港法例 第232、5402 第2條 現在就對你們兩個做一個截停搜查 新聞證拿出來 你不要電我 你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不要電我 我告訴你不要電我 你冷靜點 你看 你看 你擦人 擦人 擦人 好 我們不會做任何 兩位學員勉強壓制住疑犯後 開始搜身 搜得很久 卻一無所獲 最後 只好讓兩位疑犯離開 挑戰失敗 經驗豐富的Madam 現場傳授了行動的經驗和技巧 你覺得兩個手兩個是很危險嗎 你想想如果真是殘 他真是犯了 你是很危險 你查人的身份證 你查就真是很殘 有沒有愛機 你其實沒有身份證明 這個 最後 Madam帶他們一起找到了 藏在疑犯皮帶 以及鞋底的道具毒品 並介紹了香港會出現的幾種毒品 以及吸食後的反應 以便他們識別疑犯 冰毒其實是一種興奮劑 吃完之後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超人 海樂鷹 那就是一些老牌的毒品 你在街上 看到別人的心很打 然後有一種叫Cocain 類似是少許迷幻的成份 綠安堂 坊間俗稱叫做香水 原來做甚麼是索的 我深深感受到 其實真正成為一位警察的話 其實真的有很多的法律 或者一些警務知識 或者是相當來說 經驗是最重要的 同時就是跟同伴的合作 怎樣去溝通 大家怎樣去形成這個默契 這一點我都覺得是 非常之值得去學習的 今天訓練時 現場還有一位大律師 一直在旁觀摩 課程結束時 他分享了多年來 處理刑事案件的經驗 並給學員們以鼓勵 你們權力是建基於法律 法律沒有賦予你的權力 你們就沒有得去行使 當上法庭 你去給口供 你就照回事實去說 不要為了要定罪 自己去作些東西出來 總之你們是用心去學習 做一個好警員 明白嗎 謝謝 星火計畫 收集起了一顆顆希望貢獻社會的 行星之火 全面指導幫助他們 各個學員也在多位現役警員的 言傳身教下迅速成長 因為你們每一位都是我們很重要的總指 我希望將來你們每一位成功 在家律警隊之後 你們都將這種星火相傳的精神 一路大陸去 一個48歲投考星火計畫的成員 就跟我說 阿Sir 我今年47歲 其實我還有沒有機會 我就跟他說 你只要繼續努力的話 你一定會成功 據我所知 他現在是以48歲之零 是成功過了所有輪選 每個人都希望貢獻社會 但也許從未想過 也從未敢挑戰去做一個警察 星火計畫是一個橋樑 更像一個啟示 他告訴我們 只要敢想 敢拼 敢示 我們也許可以成功 只要保持著內心 那團熊熊燃燒的火 衝過去 你會發現 也許自己就是那個英雄 conservatives 我可以拍照 如果是否有啟示 我們幾個非常強烈的大方 我們希望大家會把山蕊燃燃燒 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在一個街頭出口 我們在哪個街頭出口 那麼來自發 我們在街頭出口 我們在香港出口 我們在街頭出口 受害人最多 損失金額最為龐大的騙案 至今警方共接駁 2417人報案 損失金額超過港幣15億 2023年9月 香港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JPACS爆雷 多人涉嫌串謀詐騙 香港警方刑事部 動用全部資源調查 並啟用了超級電腦 進行數據分析 截至11月26日 共拘捕了66人 2023年1月到9月 香港警方共錄得近3萬宗骗案 占罪案總數的44% 涉案金額高達50億港元 几乎每個市民 都曾遭遇 極其頻密的詐騙電話 以及各種網絡詐騙陷阱 在香港一間石油器公司 負責財務工作的劉女士 就成為了騙徒的目標 我記得很清楚 4月20號下午 我的WhatsApp Group 我們有一個工作群 13個人是由公司高層人員組成的 提示信息來了 叫我付一筆款項到這個帳戶上 我也沒有給他打電話確認 就收騙了 數日前 騙徒入侵了劉女士的手機社交軟件 在案發當天 扮演她的上司 多次發出轉帳指示信息 劉女士不慎將幾十萬款項 打入了騙徒戶口 當時第一時間我們就慌了呀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是用人民幣打的 我就趕緊打電話到內地的110去報案 然後同時也求助香港這邊的警署 就是灣仔警署也過來報案 我們協調中心得知了這個信息之後 我們協調中心 立刻通知內地的反詐機構 跟著進行指扶 我們最後就是成功指扶 還有拘捕了嫌疑人 內地公安就是檢取了大量的嚴禁 面對大量騙案 除了追擊騙徒 香港警務處的反詐騙協調中心 24小時不停運作 希望在第一時間接到市民來電 截停款項 並同業界深度合作 這條中心和主要的本地銀行 就成立了一個反詐騙聯合情報中心 各大銀行就會派銀行的職員 駐守這個中心工作 能夠加速到指扶的速度 隨著詐騙逐漸產業化 電話或者網絡的另一頭 可能是數個騙徒 或者一整個詐騙團夥 每個市民需要建立極強的方騙意識 來甄別騙徒的各式手法 其實源頭倒截是自為重要 所以我們在防騙宣傳的方面 一直都是不為餘力 務求就是想做到線上線下 無孔不入這樣 更加不要在未經查證的網站裡面 提供 電圖會在社交平台 或者在交友軟件上 2020年 香港警務處公共關係部 推出了防騙機箱物 體子 寓意提醒身邊人 注意提防騙子 幾年間 體子因可愛而靈動的形象 深受小朋友們的喜愛 小朋友認識了提子之後 就會從自己開始 去建立一些防騙的意識 慢慢當他建立好這個意識之後 他就好像擔任了一個防騙大使的角色 將這些防騙信息再宣揚出去 8023年8月27日 一批小朋友光榮地成為了 新一屆體子大使 上一屆的體子大使們也光榮卸任 因為這個角色 小朋友們對騙案的危害 以及如何防騙 有得更深刻的認識 如果有些不明來歷的電話號碼 就要小心點 要提高警覺性 他在網站給你一些假裝的急需品 其實他是沒有的 你過了數給他 然後他就拿了錢走人 你到時就被騙了 我都聽說過有些公公婆婆 被騙台騙了幾百萬 一生的積蓄就沒有了 很慘 因為我的家人都被騙過 希望他們不要再騙別人 我希望可以告訴騙子 說我們騙子是非常有權力 我們試過做一個防騙話劇 裡面有網戀騙案 有銀行騙案 購物騙案 也有假公安的騙案 有五本 叫做提防騙子的繪本 其實同學就會去看這些繪本 透過這些活動 第一可以提升到 我們學生的防騙意識 第二也希望是一個公民教育 希望藉著這些提子大師計劃 可以將一些防騙的意識 帶到社區上面 青少年永遠承載著社會的期望 除了防騙宣傳 香港警隊也希望把更多好的價值觀 以及正能量傳遞給孩子們 少年警訓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平台 銀色的少年警訓徽章 白色的莊嚴制服 有少年感的裁剪和線條 2023年3月11日 香港少年警訓會員們 穿上了新版制服 少年警訓是香港警務處屬下的 青少年組織 2024年是香港少年警訓 創辦50周年 多年來 少年警訓鼓勵青少年們 加入防罪滅罪行動 培養他們成為未來的領袖 參與運動 內地科技 現在比起香港 更加西北 更加先進 我們自己來到 已經大的 好了 你看 可以加多一點膠 除了走入社会 少年警训还有一个实体的营地 巴乡少训中心 就坐落在香港新界 鸡公岭秀美的山脚下 2017年 香港回归20周年时 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前往了 巴乡少训中心 和青少年们见面交流 当时我都在现场 当时主席也都亲自了解了 我们八乡少训中心 训练里面的各种情况 我真心感受到 主席他对香港青年人的关切 也都加强了我们 在八乡少训中心 做青少年训练工作的决心 2023年11月18日 巴乡少训中心 迎来了新一批素营的会员 他们将在这里 度过两天一夜的营地训练 他们可以挑战 全香港最长的飞锁 参与各种齐续活动 还可以跟教练一起 夜晚行山锻炼胆量 而谁都没有想到 迎接他们的第一课 是关于纪律的教育 知不知道什么纪律 不知道的 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讲到 试试 受规矩 受规矩嘛 是 继续 听从教官给我们的指令 听从教官给我们的指令 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件事 尊重 尊重是什么呢 当如果我们的教官 导师 跟你说话的时候 麻烦 望着我们的双眼 望着我们 同学 同学 是你啊 不要打低头了 因为我们的发放讯息 是给你们的 而这些讯息 是可能牵涉给你们的安全 清不清楚 各位同学 清不清楚 好 第二课 学习国旗 国歌的历史 第三课 无声饭堂 而最让同学们难忘的 是学习中式不操 一 第二课 试课 好了我快了 哪个位置 对了 慢慢一点 对了 我以前都有参加过一些 暴操的训练 但是我没想过是 亲自去试试去说话 因为我第一次学 我就觉得要很尊重 这个中式暴操 所以我就很认证地学 随便先 列转 随便先 相助转 转 转 大声声 随便先 相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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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每一次数拍子 都要这个声誓 清楚吗 清楚掌控 我们收到她家长的一个电邮 这对父母 她就觉得她的小朋友 有两个很明显的转变 第一就是 懂得欣赏 人家的新路 第二就是说她明白到 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不应该即时放弃 我们是要先试 可以令到青少年有好的转变 那我们的满足感是很大的 而少年们也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梦想 我大过后 我大过后想做一个劍激运动局 理想是去保护那些市民 好像爸爸那样 我未来其实都是想加入警队 我比较大胆我想做法医 大过后想做一个足球训练 我希望成为一位出色的社工 将从少年景顺学到的东西贡献出来 少年的样子就是我们未来的样子 希望每个人心中许下的美好愿望 都可以实现 在这片安定美好的土地上 生根发芽 这就是2023年香港警察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一支快速应变 欣喜社会的高素质队伍 2023终将走远 但人们会一直记得 一个个忠诚坚毅的眼神 还有一个个英勇无畏的身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